各位看一下這個叫做 這個專業術語叫做複選額對不對 那複選額你看喔 我現在點的是這個 好如果選中會怎樣打勾 你看見嗎 把設大一點好了 30 喔這個是這個 30字體大小對不對 那格子大小呢我沒在設 來先都改30好了大一點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有時候在這裡看跟手機看不一樣 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點這個電腦這個 選中會怎樣打勾 如果取消這個命令可以控制 在AppInvent有些可以從這個地方 改它的預設值 這邊有個選中喔 它叫電腦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命令的地方 來電腦的地方有個什麼 請問你有沒有被選到 選到就是打勾 打勾我才要 概念是簡單是這樣 那肌目不要先拉到這裡來 那選完以後還是需要一個什麼 按鈕啊 按鈕就是送出去 來我還是用確定好了 這個呢寬度 它的寬度我們來設一下 我們剛知道按鈕的寬度多少 讓它填滿自動 按鈕設大一點40好了 那這個按鈕要用有意的名稱對不對 確定 確定 這裡打完以後呢 選起來Ctrl C 接下來改哪裡 不要用按鈕1 確定 接下來 結果要出現在這裡 那就是一般的文字 那這個就用什麼 標籤 那這個標籤呢 20 30好了 再來 一開始呢 顯示結果 顯示結果 你可以先出現這個喔 是 然後呢 來大紅色 你選 你勾選的再加一個吧 你勾選的 你勾選的興趣是 好來 接下來就可以開顯示 來 請快先把確定這個按鈕跟這個做完 那等一下我們把它做文字做足 老實在加個這個好不好 你高興就好了 來 試一下